通常命運是佔了5成的 命運你知了之後 由你的駕馭 包括你即日開始知道吃東西的時間 到底要吃辣還是不吃辣 譬如說你應該早上起床 洗澡還是不洗澡都有影響 如果你知道命運之後 你由早上起床 到你吃飯 到你坐什麼車 包括你用什麼號碼 你的手機是什麼號碼 全部都能夠知道的時候 然後你會發現到 你的人生是改寫的